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对Summer而言是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 能够受到平等教育的权利 能面对市场的挑战 还有学生的差异 Summer是如何将自身的教育理念 赋予到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学生呢? 记得留守这一集的《商海名人坊》 你好 欢迎大家收看 欢迎收看《商海名人坊》 您还在寻找着理想的室内设计 烦恼着新家的装修 装修价格不透明 MoveOver就是开启您梦想家园的那把钥匙 成立于2018年的MoveOver 旨在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性价比超高的一条龙家居装潢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平台有超过200个专业设计样本 与透明的定价 依照您个人的风格 喜好 预算 打造您的梦想家园 MoveOver创始人Linia 也在马来西亚装潢业 获得了多项大奖与业界的高度认可 室内设计师的博乐 业主们的快乐 尽在MoveOver ID Choices on the Go 点击以下链接 可以获知更多详情 在丈夫的耳濡目染下 加入到教育领域的SAMM 发现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够受到平等教育 心中油燃起想要帮助学生们的使命感 秉持着不放弃任何一颗苗子的理念 SAMM致力肩负起时代的教育使命重任 欢迎收看第十季的《商海名人坊》 你好 我是佩玲 我们常常说教育是一个不简单的使命 我们也常常说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究竟投入到教育这个行业的这些经营者 是带着怎么样的使命跟愿景参与其中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嘉宾 他觉得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拥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因此就创立跟经营了这一间 Pusa Tuition Merit Success 也就是优异教育补习中心 那究竟他在这里面经过一个怎么样的历程呢 现在在经营着这一间补习中心 他又带着怎么样的使命呢 我们一起来听他说说看 欢迎SAMM SAMM你好 Hello Emily你好 是 那当然首先要恭喜SAMM就是最近获奖了 谢谢 跟我们聊一聊吧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参加这个奖项 然后这个奖项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比赛呢 当初我是参加这个Be Yourself的这一个课程 那里面有三位导师就是有这个Amy Wong老师 MC Joe老师还有Susan Law老师 那当时因为我正在处于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 想要找一个方法去提升自己 那就刚好看到这个Be Yourself的这个平台 可以帮助女性提升自己 就毅然的去参加了 那么参加了之后 在一个线下课的时候 老师 MC Joe老师在一个口才课里面 他就有教导品牌故事的这一个环节 那我们就在里面学会了品牌故事的这一个说法 那么老师就鼓励我们去参加这个台上的这个半决赛的比赛 那其实当时我是放弃的 因为我就觉得还有很多人都很特出很优异 那我就觉得好老师说每个组选三个组员上去 我就说我们就选我们的比较好的组员就给上去比赛了 那么当完比赛的时候呢 老师是成功选出了十位决赛的这个参赛者 那老师过后就说 你们有谁后悔没有上到台上 给把你们的故事给说出来 那时候我就说比赛完了 轻松了我可以上去随便乱说 我就说好我要尝试一下上台把我的品牌故事说出来 那我就很认真的把我的故事给说出来 说出来之后呢 还有几位朋友一起说 那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比赛的最后的时候 然后老师决定外卡多一个上去隔天比赛决赛 就是你 就是我第十一位 然后第二天我就没想太多就去比赛 结果就也就没有想过就拿了冠军 刚刚你有说到一个关键 你说你是在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去参加这个比赛 对 当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其实我们经营的是一个补习中心嘛 那么经历过MCO这两年的话 我相信很多同行的业者也会感受到 就是说在这两年是不容易的 那么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也是有把我们的补习搬上网 但是其实有很多学生 尤其是小学生 他们在上网读书或者补习这一块呢 他们是做不到自律或者是学习到的 那当时就可能很多家长就毅然的放弃了上网补习 或者很多孩子也是在退步着 那我就在那里我就觉得我碰到了一个关卡 我怎样去突破这个点去把我这个补习做得更好 那时候刚好看到这个课程我就想不如我就藉由这一个平台去沉淀一下 让自己提升一下看有找到什么突破的地方吗 我这里先要肯定你一下 因为我觉得说你是一个特别真诚面对自己的人 对吧 你承认自己当时候是低潮的 你也承认自己当时候在业务的一个经营上面对困境 但是我觉得你更难得的是 你会找机会去突破自己 然后找机会去更多的学习 你知道我们很多人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那我躺平算了 那我就先耍赖一下 我就先什么都不做 但你不是 你是反过来说对我现在在低潮 但是没关系 我就先找机会找办法 所以你觉得当时候这个获奖跟整个参赛的过程 真的是有提振了你的整个自信跟你的整个士气吗 它其实更多的是它带来了我很多的领悟 我们做老师常常会跟学生说 你再尝试一下 你一定可以的 你再学习一下 你一定可以 你一定会突破的 但是往往我们也忘记了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正在学习的小孩 虽然我们年纪是大了 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 我们自己正在学习 那通过这一次的学习和突破 我领悟到的是 你只要不断的学习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去把你自己最优秀的一面给秀出来 然后在你的可能你的行业或者你的专业上面 帮助更多的人 我听到你说这一番话我特别感动 我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职业 就是当一名补习老师 跟你是同行 可是我当的这个时间很短 然后我就离开了 是因为我认为说 老师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 他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你必然要对自己有所要求 你才有办法把自己做好 所以补习老师或补习中心 真的不只是让你把孩子的成绩给处理好而已 他也在教导你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一番话 让我觉得说 哇 你们很棒 谢谢 先肯定你真的很棒 所以其实你觉得这个低潮是在MCO期间 也就是疫情期间 这个过程维持久吗 你说很低潮其实也没有 就只是是说很想找到一个突破点 那当时我们还是坚持在这个行业的 无论多辛苦 就是其实那时候是 基本上是没赚钱 但是就是我和我丈夫就是觉得 我们需要对老师负责任 那时候我们还是坚持 把该给的薪金给出去 然后孩子只要还要学习 就算那一堂课就一个两个 我们还是坚持教 就这样子度过的两年的时光 当时候觉得在这个经营上 面对最惨的时候 大概是怎么样的状态 学生应该流失也很多吧 对 流失很多 但是我觉得最心痛的不是因为生意上 最心痛的反而是 学生追不上成绩的 或者是追不上学习的那一个速度 怎么说呢 是因为当时候学校可能也lock down 然后可能学生也没有办法到学校 去好好的学习 补习中心他们也没办法过来 所以整个学习其实是处在一种 超级断层的一个阶段吧 断层而且也很矛盾 而且可能很多家长 他们也需要为生活而奔波 那么学校也没有的上课 然后也没有 可能他们补习或学校就是网课 那可能没有一个人去 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 真正的去关心或是督促这班小孩子 因为不是每个家庭有这个条件 对 对吧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些小孩子 他们可能 为什么有些东西回答不了 或者是有些东西老师我不知道 或者是甚至最可悲的就是 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是没有了 因为找不到乐趣了呀 对呀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学习 我每天被关在家中 然后我学到上网 但我又不熟悉 我也不喜欢这种模式 可能学生心里面会有各种这种状况 因为有些学生是可以上网课 但是有些学生毕竟还是需要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温度 然后才可以感动到他 或者是鼓励到他去继续去前进的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学生是反而对学习冷漠下来了 所以才会搞到有很多东西也追不上去 这样子所以我反而比较伤心的是这一块 因为我就想那你们毕业了怎么办 我反而是紧张这一点 所以我很想找一个东西找一个方法去突破去帮助到他们 那你在想的你在烦的跟你在做的已经超过了一间补习中心 我们给予的一个期待 我觉得可能一路以来 其实创办这个补习中心的时候不是我创办的 是我丈夫创办的 我当时只是一个在外面跑业务的 那其实我也有兼职做补习老师 那因为他需要帮忙我就进去了 我在里面帮忙的过程中 就是教补习的过程中 我是被很多学生感动了 然后我就发觉其实补习不只是把成绩给教好 更多的是把学生的思维给调好 那他们才会对他们的未来充满目标与希望 这样子 我听说你们这一间补习中心已经经营了十几年 那相信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接受教育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学生 刚刚你有提到吗 你其实也被一些学生给感动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小故事 或者我先分享一个最令我感动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之前有遇到三名应急同胞的学生 那么他们是算花小的 他们真的是会说华语 他们来的时候也是会说华语 那我们就刚开始接触 我的老师也开始教他们补习 那过后我在有一堂课的时候 我就进去跟他们聊天啊 看看他们的功课啊 然后有一次我发现 我就说 哇 你的听闲拿一百分耶 然后我说 哇 你可以拿一百分 那其实我们做补学老师 我们大概知道 哪一个学生是 有哪一百分的可能 或者哪一个学生是 没有哪一百分的可能 就是他的能力所及 对 他的能力可以到哪边 其实你们也很清楚 对 我们也很清楚 因为过后我就在 有一次的 事件中发现 你拿一百分 然后我就说 你是怎样拿一百分 他就很高兴说 老师我就是这样子写出来 我就拿一百分 过后他的朋友在隔壁 就开玩笑 就跟我说 老师你知道他为什么 拿一百分吗 因为是因为学校的老师 给他开着书本 看着写的 在听写的时候 那这还叫听写吗 就是啊 然后就班上就 哈哈打笑 哈哈哈哈 就笑这几位学生 这三位学生 然后我当时是笑不出来的 我反而是静下来 然后我就是走出去 我其实蛮想掉眼泪的 我现在也蛮想掉眼泪的 但是也是当时我就也吞进去 嗯 我的痛点是觉得 他们是被老师放弃了吗 因为追不上课业的关系 所以老师宁愿说 哎你看这书本写 但是其实当场我是没有怪老师 因为学校真的很不简单 太多课业要追了 而且很多学生在同一班 那我当下就决定 我说不管来到我中心的是什么样的学生 只要他是要学习的 我都会陪伴 我都会跟他们一起给时间 他们去学习 哪怕他下一秒比这一秒进步就好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方向和理念 我都把这个东西说给我的老师听 其实你觉得痛心的原因是你认为说 我们有完善的教育系统 但是我们的这一套的教育系统好像 难以真的照顾到每一个孩子 对 对吧 而且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的起点都不一样 对 每个孩子学习的进度也都不一样 但我们要用同一套贯测在每个孩子的身上 其实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 而且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虽然他们在某一个项目 他们是不是很好的 但是其实你仔细观察 原来这个 他可以很理性地把一个LEGO 斗得很稳固 而且他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 老师这个是什么功用的 或者他是说 有些学生我注意到他 虽然他的成绩不是很好 但是他在口才方面跟人家交往方面是很一流的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学生都不可以放弃受教育的机会 虽然他们的速度不一样 但是我秉持着一定要每一天他来 他都要比前一天进步 这样子就好 你很踏实 然后呢你也非常清楚知道教育的理念 其实就像是像你说的 我们就是要今天比昨天进步 但是我可以相信也可以想象得到 可能不是每个家长都认同这一套想法 那你有没有遇过说一些家长是认为说 我现在把孩子送到了你们家的补习中心 我就是要他考最好 他一定要马上就要进步很大的幅度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 当然是有的 那我就会说那你先给我观察 你先给我观察 那绝对有些小孩子是很有天分 那老师只要一点点点紧他 他就可以跑得很远了 但是有些小孩子呢 他速度追不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肯定父母也是知道的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多跟父母去沟通 我更多时候是跟小孩子们去聊天 我得空的时候我就会跑去每一个班上抽几个小孩子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去聊天 那我聊很多也不是在聊学业上 我就可能聊他们跟朋友啊 或者他们在家里啊 或者他们假期做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从中我就会了解到 到底他是因为什么事情 让他在学习上面失去了兴趣 或者是拖慢了他的速度 那么从中呢 我就会跟家长们或老师们去沟通 怎样的可以去更加的帮助他 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学生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气质 也就是说我们要很了解 也要一定的时间 然后也要父母一起配合 去把这个小孩子的教育给做好 有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地好奇 因为你看 在这一个时代 每个人都争着要去宣传自己 要去壮大自己 要告诉全世界我很厉害 可是我发现你们这一家补习中心 真的就是默默做了十几年 然后也很少对外去告诉别人 你们在做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操作吗 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跟丈夫两个人开始操作 过后慢慢地就加进一个老师两个老师 那我们其实就是自己就是从最基本开始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忙着教补习 那忙着教补习的当儿我们发觉到学生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那我们就准备了很多不同的教材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忙着教补习准备教材 忙着教补习准备教材 然后就是对外连接一些老师 然后再把我们的理念跟方法跟老师去对接去交流 那让他们把学生都教好 那一路以来就没有发觉到去把我们的这一个补习中心给对外 通过社交媒体去宣传 那我们就觉得只要我们把这一个补习给教好 把这个学生给教好 那我觉得家长相信我们的话 他们都会把他们的孩子放心教给我们 那你们收学生的这个来源跟做法是怎么样 就是像你说的学生介绍学生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很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丈夫先开始这个补习中心 我们连油漆都是自己油漆 连卡片都是自己铺 我还记得我怀孕的时候还帮忙铺卡片 然后他还跟我说 因为我的丈夫是很厉害M-MATS的 就是Additional Mathematics 所以他就是有这一个先开始 然后我就是去support他 那当时我记得他告诉我 他的第一个学生是印度学生 他记得到现在 就从一个印度学生 然后两个三个四个 慢慢去把这个中心做到今天的有超过两百个 这样子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只要一个我们就先把一个教好 然后两个 然后就把时间表给制作好 那么当时我们两个是什么都不会的 就只会叫补习 那经营一个公司还需要很多东西 对啊 对 就可能你的学费要怎样订啊 你要不要收什么什么其他的费用 或者你的时间表要怎么订 那学生开始来了之后呢 我们要怎样去安排每个老师的作息 那当时就是忙着这些东西 根本就没有想过 哎 我要怎样去 要去宣传 这样子 那我的学生来源是将来呢 通常都是通过家长 介绍家长 或者是有些老师 他的孩子在这里 他介绍他的学生 就是都有 所以就是慢慢这样子 一传二 二传四 四传 慢慢传开来 那慢慢才越来越多的 这个学生的 那我觉得很好 因为你们的整个发展 都是非常的稳健 而且我们说呢 这个Market是对了的 哈哈 也就是说他们会认同你们的教育方式 会认同你们的整套的一个 学习的模式 他们才会加入到你们的 补习中心里头 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对 其实他们可能来到讲 嘿 我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 Mr Liu 教数学很厉害的事吗 哦 我就说是是是 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 Mr Summer 她是教小学的 对吗 我讲是是是 就是他们来 他们都不是因为知道 我们的补习中心 反而她说 我坐这里这么多人 我没有看过你 补习中心 其实我招牌也在那里 不懂为什么 他们也是没有看过 但是他们就是 听过名字人家介绍 然后就打电话 是这间吗是这间吗 然后我就这样子来到 这样子的理解 所以经营了十几年 当然我们说在疫情当中 受到的这个重创 包括刚刚你一开始 提到的这个低潮期 那除了这一段时间之外 你们还曾经面对过 怎么样的挑战跟困难吗 我想我们面对的困难就是 怎样让更多的学生 知道我们这个补习中心吧 因为一路以来我可能 我们可能也没有把这个 Marketing这一块给做的很好 就是我所说的 我们就从很基本做起 然后慢慢学习 那最大的挑战就是 怎样去把这个中心做得更大 因为我们也有更多 共同理念的老师了 我也想让这些老师们呢 有更高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成绩在他们的职业上 因为其实补习老师不好当 真的不好当 那我很想让我这些补习老师们知道 其实你们这个职业是很伟大的 那我很想让他们在这个职业上面发光发热 所以启发到我觉得我应该要把 Marketing这一块做得更好 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你在努力 谢谢 好 那现在补习中心的规模是怎么样 接下来你们想做的又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的补习中心的规模 其实我们有两间的 一个在Banda Serida Mansara 一个是在Jalan Epo 那现在还是是说 因为我们有三个老板嘛 就是两个老板 就是Mr Liu 还有一个是Mr Lai 所以一人经营一个补习中心 现在是自己经营自己的 那未来的方向 我们很想把我们的这个补习中心 变成有一个同意的系统 然后同意的教学技巧 然后同意的笔记 然后再把这一个东西变成可以Franchise出去 然后让更多的学生 以我们的方法得到更多的教育上的这个帮助 系统化跟制度化在我听来 是你们接下来想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就你看的话 这个系统化跟制度化 可以怎么样真正落实到老师的一个工作上 还有学生的一个学习上呢 因为我看到你们其实是非常在意 不只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习 包括刚刚你有提到 你也希望加入到你们补习中心的老师 也能够在事业上有更大的一个发展跟突破 这个东西是我有想过的未来的方向 就是说比如说在老师上 老师所要的就是他在职业上的一个发展 那么我们会在这个制度上有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step 让老师去慢慢给发展起来 就是可能从一个很basic的助教 变成一个老师 再变成一个明星老师 再变成可能一个中心的负责人 或者是一个事业伙伴 那这个是我给老师的一个方向 以后我要走的一个路线 那么更多的是我们要做出一个训练 去把这些老师train 不只是把知识给传承下去 那更多的是怎样去塑造 学生的一个思维跟attitude 因为只要学生的思维跟attitude对了 那他们就会去自动学习 那么在于教育方面呢 当然笔记是很重要的 方法怎样去教也很重要 那么现在的format也一直在换 那我们要一直更加的up to date 那个format 那简清老师的工作 当然也让这个笔记要让学生呢 可以重拾对学习的乐趣 兴趣或者是好奇心 所以这个笔记一定要是简单化 也要很有技巧化 也要更加的专注 不浪费时间 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吸收更多的东西 那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理念 我会可以更照顾到更多的学生 也可以照顾到默默付出的老师 哇 真的太棒了 你们都把各个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在里面 所以目前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方向 现在已经是在进行当中对吧 对 现在我有好几个老师 是跟我有 有两个老师 有跟我共同的理念 我们都在塑造这些东西 就是把这些笔记给打好 那然后这个东西给做好以后呢 我们就会把它给发展出去 你看哦 疫情完完全全 是改变了我们整个大环境 跟大时代的一个新常态 当然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新常态 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工作的方式 它也不只是改变我们看待生活 跟人生的态度 我觉得它在某个程度上 它其实也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教育的大架构 对 所以现在我们好不容易跨过了疫情 当然我们说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 我们是进入到后疫情的时代 所以对你来说在经营教育这一块 是不是也随着这个后疫情的整个发展 你们也要完全的投入 做更大的一个改革 更大的前进的这种方向上的调整 其实哦 在MCO之前 我是一个很小小女人 或者就是一个很普通老师的想法 我就觉得你来到我这里 我只要把你交好就好了 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把我的中心给这个理念 或者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想法是可以帮助很多的学生 那么经过这个MCO过后 那也经过一些上课提升之后 我觉得其实是需要把我这个理念给传达给更多的老师 那才会有更多的学生受到平等的教育 那他们也会充实对学习的这个信心 那就是因为这个使命哦 我才会走出来 想要把我的这个教育理念给做得更大更广 你看哦 使命这两个字啊 其实呢 在这个年代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是被滥用的 每个人谈到使命的时候 听起来都是很高大上 很堂皇复利 对 甚至就是很喧哗 很浮夸的 可是呢 我在萨门的身上呢 我感觉到的是很真诚的 很踏实的 然后很实在的 而且我刚才很喜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你对于教育事业的这种使命感的一个变化 过去教好学生就好 因为我就是老师嘛 我就把学生教好就好了 可是不同 现在你的感觉就是 我在经营的是一个教育事业 跟我在一起的老师都是我的伙伴 对 我们要一起去达到的是 每个学生的平等教育 平等教育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 对 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 你其实都在紧扣你真正想要完成的这个使命 这个状态不容易 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有去上补习的时候 或者是有些学生他们要去找补习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不是每个中心都会收每个学生的 他们可能只是收 在就是成绩上有一定的成绩的学生 可是我们就是成绩不够好才要去补习吧 对 这个就是我OS的地方 我从小的时候就是老师可能 这个老师很出名 但是他只是收 怎样怎样的成绩的学生 然后可能就是这样 他就不收 然后我会觉得 这就是我们很差才要去补习吗 我不差为什么要补习 我就会这样子想 然后变成我有这个想法之后 我跟我老公在创办这个补习中心的时候 我再进去帮忙的时候 我就在说不用紧 我都收 只要他肯学习 他是肯来的 我都教 我不会放弃他们 因为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们在家里得不到帮助 或者在学校得不到帮助 他们需要一个人去督促他鼓励他 那只要你来我就教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是学生不能学习 而是有时候他需要一个博乐 去把它给动起来 这样子 所以他们如果成绩不好 更需要我们去把它给鼓励起来 这样子 那你在工作上不容易哦 嗯 对 每天都要深呼吸 深很大口的呼吸 嗯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孩子在补习中心里面的时间 其实不会太长 对 他更多的时间 其实是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一起 对 所以补习中心能做的 我觉得他在某个程度上 他还是有一点局限 对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你很尽力 是的 我每一个老师都被我影响 所以我每一个老师教补习的时候 我想深呼吸 冷静 或者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很合作 因为有些可能有些小孩子真的是 真的是他真的比较硬一点 那可能老师就是try了很多次 那老师也是可能有时候就是有情绪 老师都会讲 好你先去冷静 换我来 换我来冷静 我们的老师都很合作 这样子 所以我们吸引到的老师都是 除非你真的很想把小孩子教好 你对教育这一块真的很强 那不然的话你也不会留下来 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教小孩子 每一天的时间是四个小时小学 这是两个小时功课班 两个小时补习班 那在那四个小时里面要完成功课跟补习 对老师对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那更多的是一个几率 那其实我们都是用时间去慢慢跟学生一起配合 然后去调整的 那经过一段的时间之后 学生就会知道了我们这里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他们也会加快他们的速度 因为过后他们又可以去玩 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个就是休闲的地方这样子 在我们真的觉得那个学生很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是会去 我就把功课给放一遍 我就会跟他去聊 到底你 你就是去了解一下他的家庭 或者是去了解一下他在学校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同行的业者都会发现 如果学生在教育上或者是成绩上 不是达到很好的成绩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在生活遇到了一些困难 那我们老师除了教之外 其实更多的是陪伴他们一起度过生活的种种难关的那一个朋友 所以当他们有一些生活上的阻碍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就是怎样去开导他们 或者怎样去听他们去发泄 让他们去把问题给说出来 然后跟他好好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通常学生把问题给解决之后 他们就会自动自发的去把他们的学习给做好 那这个是我在这方面的经验 哇你的这一番话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良师益友 好谢谢 那来到最后也要请Sama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座右铭 或者是一些人物啊 或者是一些名言啊 是支撑着你 要去完成自己在这一个教育事业上的一些使命跟愿景 我就把我每天每一天都跟学生说的话 都说给大家或者学生门听吧 我每天都告诉他们说 学习永远不要用成绩来衡量 只要你的下一秒比这一秒好 你的这一秒比上一秒更好 那你就是在进步着了 这就是我想总结给大家听的 非常感谢Sama在这一段的访谈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我想最关键的呢就是在于 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 成功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成功 成功可能更大的意义是 你有没有进步 你的进步达到了哪里 今天非常感谢Sama 和精彩的分享谢谢 本节目非常感谢MoveOver有情赞助 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个经济实惠的 室内设计线上平台 MoveOver自2018年成立以来 自在创造三营战略 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保障消费者得到品质保证 预知更多详情可以游览MoveOver官网 moveover.com.my MoveOver MoveOver MoveOver